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缅因州官方26日确认该事件已造成18人死亡 13人受伤 当地媒体此前报道称枪击事件造成至少22人死亡 数十人受伤 路易斯顿警方说 嫌疑人名为罗伯特卡德 现年40岁 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缅因州执法官员的话报道说 卡德是一名获得认证的枪械教练 也是美国陆军预备役人员 截至发稿 枪手仍在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